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快一点 再快一点 也许一切还来得及往旧 上午9点50分 立传市建南派出所接到一名女孩的报案 同村的一户人家遭到了杀害 全家人都死在屋里 警方文讯立即组织人马奔赴现场 这是一个居公路两公里左右的普通民房 房屋是两层结构 和周围的房子相比 他们的家看上去要更新 但是进入室内后 民警们却吃了一惊 外面看着还比较好 但是其实里面 进去之后 进这个现场之后 里面其实家图事例 基本上是没什么家具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外面看着很销得比较好的房子 里面但是什么都没有 这样的季节 这个似乎新建不久的房屋 现在格外的阴朗 案发现场就在楼上 沿着楼梯一路走上去 大家能够感觉到血腥的气味托面而来 中心现场一进去 就是整个场面就是非常的惨烈和血腥的 进门靠你 就是靠左指边就是一张床 那个床上有两具一栏玉璃 两具尸体 呈不同的姿势摆放 就是当在他们的身体周围漫步着大量的血迹 包括床边的这些墙壁上和天花板上 都有喷剑状的这个血迹 根据辨认 警方确定 死者是这户人家的夫妇二人 他们应该是在熟睡时 被人用盾气击打头部 从而导致死亡 而他们十岁的儿子萧勇 由于伤势略青 早晨从昏迷中醒来后爬到了大门口 被人发现后才掀开了这起惊天大案 警方赶到后迅速将逃过一劫的小勇 送往医院起救 大家都期待着他能够早点苏醒过来 希望他能够告诉我们 家里究竟发生了什么 站在这个被翻动的一片狼藏的现场 侦察员的脑海中不停地勾勒着凶手的每一点轨迹 大门完毫无损 没有丝毫撬压的痕迹 看来他很可能不是从这里进入室内 从现场的翻动情况来看 嫌疑人应该是为财而来 可是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户并不富裕的家庭 勘察中警方发现 屋里各处似乎只有这一家三口的痕迹 具有反侦察能力的嫌疑人 应该是为此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在卧室的床底下 技术人员找到了一把羊角锤 从锤头上清晰的血迹和发丝不难看出 这应该就是凶手的作案工具 它是就地取材 还是作案后匆匆逃窜时遗落在此的 在接下来的勘察中 警方找到了答案 当我们到了顶楼三楼的时候 就发现那个上面有一双手套 上面有明显的血迹 另外还现场引用了一个手电筒 当时感觉跟我们心里面就是已经 觉得这个东西应该是挺有价值的 从手套上的血迹不难推测 这应该就是凶手作案室所带 那么作案后手套为什么会丢弃在这个位置 因为这个手套能说明就是犯罪嫌疑人 如果说正常作案的话 他也许不同正面镜 他进不去 他从后面作案 作案了之后 整个现场收完了 他对整个房间很熟悉的 他就不需要再返回到平台上面来 这个手套既然他能把手 做完案之后把手套丢在平台 就证明他肯定是从上到平台之后 然后再从把手套丢在平台 然后再从平台跳到山上面才跑的 果然 警方在死者家后窗的防护栏上 找到了一些新鲜的泥土 看来这里刚刚有人攀爬过 我们这边山区 他那个 你要到一个地方去的话 他的脚踩到那个地上 到处都是那种泥 到处你 如果晚上的话 有点落水 下雨的话 都是很稀的那种稀泥 但遗憾的是 由于这些泥土的痕迹太小 技术人员根本无法作为足迹进行提取 但是可以确定的是 短时间内 凶手很可能就是从这里进入室内的 看查工作结束的案情分析会上 大家的讨论异常激烈 根据调查 警方了解到 死者夫妇是村里出名的老师人 由于家境并不太好 所以政府和村民们一起筹钱 帮助他们盖了新房 这才刚住进去没几个月 全家竟遭此横祸 调查刚一开始 围绕死者的往来关系 警方就排除了仇杀和情杀的可能性 根据现场情况 眼下只有一种推断可以成立 凶手是为财而来 可是死者家的贫穷是远近皆知的事 谁会选择这样一户人家下手呢 难道案件另有隐情 抽丝拨剑 案情突朔迷离 大胆推测 线索出乎意料 最后只剩下一个材 图财的一个杀人 就是按照这个案件的话 我们就把定性维持抢劫杀人 凶手的作案动机 邻居的无意这局 究竟谁还是那方背后的黑手 要具备什么特征点 他才能做这个案 第一个具备 就是他对犯罪现场 要非常熟悉 不熟悉的话 他做不出来这个案 从怎么知道晚上可以从后门进 然后进来之后在家里就里取材 然后多了灯 这个第一次 他就聚会这个东西 混缎新房 天房大幕正在播出 2015年1月3日 湖北省力川市 一个大山里的农户家中发生惨案 农户夫妇双双被杀 年近10岁的儿子身受重伤 仍在抢救之中 警方通过调查了解发现 死者一家本分老师 关系单一 所以很快就排除了仇杀和情杀的可能性 那么凶手的动机是什么呢 最后只剩下一个图财的一个杀人 就是按照这个案件的话 我们就把定性为是抢劫杀人 抢劫杀人 然后在这个抢劫杀人里面又分为两块 第一就是有目的性的抢劫杀人 然后再分一块就是随机性的抢劫杀人 死者一家住在大山里 和当地的村民一样以种植黄棉为生 由于夫妇二人的身体都不太好 家里又没有更多的劳动力 所以和大家相比 他们家的种植面积要小很多 收入也相对微薄 所以如果是同村的人想涂财 是绝对不会选择这样一个家庭 那么唯一的可能就是外面的人所为 放眼望去 案发现场周边 只有死者家的房子看起来最新最好 那么凶手会不会是通过这栋新房 而误以为死者家境殷实的 可是如果是这样 这个人又为什么对他家的位置情况 了如指掌 要具备什么特征点 他才能做这个案 第一个具备 就是他对犯罪现场要非常熟悉 不熟悉的话 他做不出来这种案 从怎么知道晚上可以从后门进 然后进来之后在家里就地取材 然后做了证案 这个第一次他就具备这个东西 既然每一种推断都不能排除 警方决定展开全面调查 案发之前 死者家中都发生过什么 谁和他们有所接触 侦察员相信 谜底一定隐藏在其中 为了尽快锁定嫌疑人 在利传市公安局的技术中心 法医开始对提取来的物证 进行技术检验 希望能够从中找出 来自案发现场的生物证据 可是他们能有所收获吗 一天以后的调查总结中 民警找到了最后一个 见过死者夫妇的人 他们的邻居老王 据老王说 案发当天的下午 他打算去银行取钱 可是排到自己后 发现没带身份证 银行不能办理 于是他就乘公交车往回走 眼看到家了 一看时间还早 他就直接去了死者家串门 大约一个多小时后 才回到自己的家中 老王的这番话 让侦察员们产生了一丝疑虑 去银行 然后到死者家 难道问题出在这个 毫不知情的老王身上 把这个情况反映过来之后 就有邻居反映过来之后 就认为 他是不是在银行取了钱 取了钱之后 被人围随 围随进到中央现场 然后因为这个取钱的人 这个邻居 他没有回自己的家 他现在受害人家里面坐了一会儿 是不是跟踪他的人就发现 他发现就是这个家 是锁定为是他取钱的人 这个人家 所以对他进行重案 如果是这样 嫌疑人就有足够的时间 对死者家的位置结构进行观察 这的确可以成为他熟悉地理位置 但不够了解 死者家经济情况的 一个合理解释 于是根据邻居老王所说 警方立即针对他的行走路线 在银行 以及他返程所坐的公交车上 分别进行了监控路向的调取 从中寻找线索 然而 尽管侦察员们一遍遍地反复观看 可是在老王去过的每一个地方 警方都没有发现任何刻意之人进行尾随 也许这个侦察思路根本就走不下去 不过老王的另外一番话 却不得不引起警方的重视 在十二月初 十二月中旬 他就进了一个九千块钱 进了一万二千块钱 然后给了三千块钱 就进了九千块钱 在十二月中旬的时候 进了九千块钱 进了九千块钱之后 他这个权就是他自己坐的那个农活吧 老王告诉警方 死者一家有了这些钱 便可以将许多欠债还清 所以当天在他们家聊天时 死者夫妇还非常高兴地跟他谈起了此事 这是案发以来 警方听到的和这个清贫家庭有关的 最大的一笔财务收支 那么 死者家进钱的这件事 还有谁知道 就在警方准备对此 展开调查的时候 医院传来消息 死者家十岁的男孩 小荣 醒了 在医院 警方见到了这个 刚刚逃过生死一劫的小男孩 交谈中 见他的状态还算稳定 侦察员试探着 向他问起了当天晚上发生的情况 让大家吃惊的是 男孩平静而又清晰地 向民警们讲述了 自己当时所看到的一切 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 一段刻骨铭心的回忆 原来然后晚上的时候 到了他家里面的时候 应该他说 当时应该是三个人 有三四个人 就是说很年轻人 街上那种小混混的那种的 一个黄头发男子 一场坦决人寰的绝杀 男孩的正言 警方的使命 凶手究竟是谁 摸的车 它是横着树在街上的 当时开车的事件 过路的时候就发现了 发现这个情况 当时心里就一紧 是不是抢劫了 混沌新房 天方栏目正在播出 2015年1月5日 案发两天后 立川市人民医院传来消息 死者家幸免于难的 十岁男孩小勇 经抢救 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 警方立即奔赴医院 已经苏醒过来的小勇 当被问及 当晚发生的事情时 他的记忆 竟然出奇的清晰 原来晚上的时候 到了他家里面的时候 应该他说 当时应该是三个人 有三四个人 就是说很年 就是年轻人 街上那种 小混混的那种的 三四个小混混 难道说凶手不止一个人 满怀一律的侦察员 开始继续追问 那我们的陪伴人就问他 你怎么确定 这就是 那就是小混混 他当时就说 他 当时那个人 那几个人的 那个体骂的身 就是提到有一个 红黄头画 软的黄色的头画 还有就是 机关头 男孩说 以黄头发为首的 这几个人 对自己和父母下手后 就开始在屋里 到处乱翻 像是在找钱 而且屋外 还有一辆车 在挡带着他们 看着车的灯光 像是摩托车 又好像是一辆汽车 随后 自己便晕过去了 直到第二天早上 情况瞬间发生了变化 所有的一切 似乎都与警方的分析 有着很大的出入 肖勇是案件的 唯一目击者 而且他已经十岁 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 所以他的证言 对于案件的进展 至关重要 晚上我们就联邀 对这个情况 进行地产室搜索 一定要把这四个人 两辆摸的车 这四个人 全部给我找出来 看他到底 是不是这个 中案的嫌疑人 按照肖勇所说 这个团伙中 最鲜明的特点 就是一个 有着黄色机关头的 年轻男子 在农村 有着这样打扮的男孩 并不算多 因此 调查开始不久 警方就从一个 货车司机那里 听到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个 从益川 跑建兰的 这样一个 一个货运车的司机 他当时在这个 案发现场 附近的那个 那个德建路那里 就是在案发现场的 那周围就看到 有这样一些 这样几个符合 这样特征的 有几个 有几个年轻 小年轻 当时就在那路边 大概有四个人 然后也是黄头画 机关头 然后把驾驶的一辆 两辆摩托车 并且把那个摩托车 给横移在路上 摩托车它是横着 竖在街上面的 当时开车这个事 一过路的时候 就发现了 发现这个情况 当时心里就一挤 是不是抢劫了 但是他发现 这几个人也没有 离开他 也没有拦开车 他就注意观察了 这几个人 这几个人车上 摩托车上面 还绑着有钢管 然后有人有黄头画 又是黄头发 侦察员似乎感到 目标越来越近了 经过反复调查 警方终于在 附近的一个村庄 找到了这名 留着黄色机关头 以及他同行的 几名男子 但是当警方问到 1月2日当天的行踪时 黄头发男子 现在有点吞吞吐吐 在警方一再追问下 他才不得已 说出了实情 1月2号的时候 他其实这四个小伙子 他是谋到的 谋到就是隔壁乡镇 有20多公里 他是过来 跟这个乡镇的 一个学校的同学 一起来玩 然后发生了一点小冲突 他们就是过来打架的 但是只是初中生 他那种自己学生之间的 这种小纠纷引起的打架 打架 这样的回答 未免有些轻描淡写 当侦察员问道 打架之后 当晚的去向时 黄头发男子 他道 打完架后 为了防止对方报复 我们就全都撤回家了 不仅如此 这几个男孩 每个人都找到了 不止一个的证人 为他们当晚的行踪 作证 这就奇怪了 受害人小勇在出事当晚 分明看到的是黄头发 机关头男子 而且警方通过多方调查 准确地锁定了这个人 为什么现在得到的 却是这样的答案 问题出在哪里 侦察员决定 再次对小勇进行询问 这次询问 就发现就出了问题 他出了什么问题 他就是 他第一次给我们交代的时候 就是三个小伙子 三个年轻人 然后有一个是黄头发 有一个是黄头发 然后他们是开着车子过来的 然后这次问他的车 因为他当时 按照他自己说的 就是他应该是在床上睡着的 然后他是怎么知道 他是别人开着车过来的 然后我们这几个问题 一问了之后 他就完全回答不上来 面对着这个身受重伤的 十岁男孩的再次回答 侦察员犹豫了 为什么他所看到的 和警方调查的完全不同 是黄头发男子 在刻意隐瞒什么 还是受伤的小勇记错了什么 怎么才能印证这一切呢 好 往我里回来 好 老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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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身经百战的侦察员来说 陷入案件的困局是常有的事 要从这样的局面中冲出来 并且找到答案 侦察试验往往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根据肖勇所说 当晚他躺在床上 不仅看到了黄头发的嫌疑人 还看到了窗外的车灯 于是警方准备了两种车型 以及一名黄头发男子 选择了和案发相同的时间 分别在室内和室外进行实验 从而对肖勇所说的一切进行印证 实验中 侦察员在室外分别打开了摩托车和汽车的两种车灯 让室内的侦察员进行辨认 结果却让人有点意外 停一辆车或者摩托车在他的楼下 楼下他又在房子面前就是那个几根路 就是我们停一辆车晚上的时候 把那个灯亮着 看他上面能不能看见 结果我们发现那上面是看不见的 接下来根据当晚的时间 警方找来一名黄头发男子 在室内的各个角落徘徊 但是结果却发现 这个时间段 肖勇的家一片漆黑 连月光都无法洒进来 所以根本无法看清任何头发的颜色 也就是说 肖勇的正言出现了问题 峰毁路转 肖勇的正言被迫推翻 他又变了 他是变成他当时不在那个卧室里面 因为中医现场其实受害者定下在二楼 他说他在一楼在看电视 发现嫌疑进来了之后 把他打伤了 把他在下面睡着了 然后就醒来之后发现他父母也在一楼 还可以把他抱上去的 僵持不下 案件的进展举步为奸 一笔普通的家庭收入 等要到来杀身之祸 立川警方切而不舍 秦库真凶 接着我又问他 你中头回过家里没有 或者回过这个就是现在案发的这个艰难症里 他当时没有犹豫 直接说了 他我们要回来 混乱新房 片网栏目正在播出 警方根据本案的唯一目击者小勇的证言 对曾经徘徊在案发村庄的黄头发男子等人 展开了全面调查 却发现 这些人根本不具备作案时间 为了稳妥起见 侦察员根据案发当晚的情况 在小勇家做了一个简单的侦察实验 希望由此打开困局 但是实验的结果却表明 在当晚的光照情况下 十岁的小勇根本不可能看见室外的车灯 以及室内人员头发的颜色 然后在就是在当天晚上 在九十点钟 我们就再对他进行了一次询问 再对这个小孩子进行了一次询问 就发现他的公诉又变了 就是第三次询问 他就是完全就是实际上已经混乱了 他就是最后给我们讲的情况就是 他当时在下 他又变了 他是变成他当时不在那个卧室里面 因为中心现场其实受害人的地下在二楼 他在一楼在看电视 发现一些嫌疑人进来了之后 把他打伤了 打伤了 在下面睡着了 然后就起来之后发现他父母也在一楼 他也把他抱上去了 在进一步和医生沟通后 侦察员明白了 肖勇因为颅骨严重受损造成了思维的混乱 出现幻觉 很可能是将白天在村里看到的黄头发男子和晚上家中的遭遇混在了一起 才会出现各种自相矛盾的正眼 此刻 专案组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推翻唯一的目击者 骁勇的全部正眼 于是 侦察工作再次回到了原点 按照死者的邻居老王所说 案发前一段时间 死者家进了九千块钱的黄莲回收款 他们用这笔钱还清了各类债务 那么 这笔钱会不会是导火索 然后我们就围着这九千块钱 怎么进呢 然后谁给了这九千块钱 给的人当时哪些人在场 然后这九千块钱又给出去 怎么用的 又哪些人在场 谁知道 很快在死者的亲戚那里 警方得知 近半年来 死者家最大的花销 就是这所新盖的房子 虽然政府和村民赞助了不少 但是仍然欠装修队一部分钱 而这笔九千元的收入 他们基本上都用于了归还装修队的欠款 案件侦查到此 警方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判断 如果说 嫌疑人掌握了死者家中 最近有收入这一情况 那么 对现场环境熟悉 却对家境真实情况不明 这两个原本存在的矛盾点 就完全可以说通了 而为死者家盖房子的装修队成员 此刻则成为了符合这一系列条件的 最重要的嫌疑对象 而就在此时 立川市公安局技术中心的法医 在对从案发现场提取来的物证 进行技术检验时 终于提取到了 凶手自以为隐藏最严密的DNA 接下来 警方找到了 为死者家盖房子的几名工人 在进行初步了解后 对他们一次进行了血样的提取 从而跟现场提取的 嫌疑人的DNA进行比对 然而 当最终的检验结果 送到专案组面前时 所有人都惊呆了 建筑队的所有人员中 居然无人与现场的DNA相吻合 怎么会是这样 难道侦查方向还是不对 案发已经50个小时了 嫌疑人会不会已经 远走高飞 或者他就躲在大山的 某个角落 窥视着这一切 眼看发案后的 最佳侦破时间就要过了 如果一旦让嫌疑人逃脱 再想找到他就更难了 这样的困局 让所有人都沉默了 失落中的侦查员 再次来到医院 探望受伤的小雨 他还这么小就失去了双心 自己的身体 也受到了严重的创伤 想想还没有落网的嫌疑人 侦查员深深的自责 于是决定在医院里逗逗孩子 让他开心一点 可是侦查员没有想到的是 在和小勇聊天时 小勇提到了一个大哥哥 他说 在帮他们家盖房子的时候 这个大哥哥也是这样陪他聊天的 大哥哥 警方在对给死者家盖房子的装修队进行调查时 并没有一个像阿勇说的这般年纪的工人 难道错过了 于是侦查员再次找到了装修队 这一次刷墙的师傅想起来 在工程快要结束时 自己的一个徒弟好像来帮过一天忙 如果没有记错的话 死者给他们结账的那天 这个徒弟似乎也在 12月底的时候 他收这个钱 就是他 他的身份就是跟他的师傅一起 就是在这个家里面刷墙的 刷墙了之后 在12月底的时候 他就跟他师傅一起 到这个师傅人家里面来吃饭 吃饭的时候 另外这个师傅人就把钱付给他的师傅了 付给他师傅的时候 他应该就知道这个钱 他知道这个师傅人家里面有这么多钱 他是一起拿出来的 然后数了一部分给给他的师傅 得知这一消息后 警方立即派人找到了这名男子 当被问及元月二日晚上的去向时 男子的回答斩钉集体 他说他月一日开始 就到这个离他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个乡镇 有大概二三十公里的另外一个乡镇 去上网去了 一直在网吧里面 中途我接着维问他 你中途回过家里没有 或者回过这个就是现在案发的这个艰难症没有 他当时没犹豫 直接说了一句 他说我没回来 无论侦察员怎么说 该男子都一口咬定 自己始终在网吧玩游戏 一直到三号才离开 侦察员在对他的血氧进行提取后 来到当晚玩游戏的网吧 调出了监控录像 录像中警方看到 该男子的确一直坐在那里玩游戏 但是元月二日晚上十点左右 警方在网吧门外的监控录像中 看到了这样的画面 画面中的这名男子 在晚上十点多的时候 骑摩托车离开了网吧 而他行驶的方向 正是死者家所在的村庄 大约一个小时后 这个人又骑着车回来了 直到第二天下午 最后离开网吧 此前事件结果表明 死者的死亡时间 就在元月二日当晚的十点到十二点之间 而该男子恰恰又在这个时间 离开了网吧 一切会是巧合吗 一天以后 DNA检测结果终于出来了 结果表明 这名周姓男子的DNA 与凶手在案发现场留下的DNA 完全万和 此人正是本案的嫌疑人 对周某的审讯非常顺利 在警方的公事下 他承认了自己为屠材 杀害死者一家的全部犯罪事实 原来 一个月前 周某的师父在死者家盖房子 其中有一天 喊周某过去帮忙 见远近四周 只有他们一家在盖新房 周某心想 这家人的生活条件应该不错 十几天后 死者夫妇请装修队的工人 在家里吃饭 周某又去了 这一次 他亲眼看见了 死者拿出一打钱来 给大家结账 于是在他心中 对于死者一家 有钱有势的看法 更加根深蒂固 2015年元月2日 已经在网吧玩了一天一夜的周某 感到自己囊重羞涩 连上网的钱都支撑过了多久 于是开始盘算着 去哪儿找点钱 突然间 他想起了 刚刚盖完新房的死者一家 对 他家肯定有钱 于是当晚十点 周某从网吧出来 骑着摩托车 直奔摩托地 由于帮他们家干过活 了解室内的结构 所以周某并没有走正南 而是从后山翻了进去 进屋后 他戴上手套 就地取材 拿了把羊脚锤 走到卧室 对准死者夫妇 以及小小的头部 猛杂下去 在确认对方已经死亡后 周某开始在房间四处乱翻 寻找财物 最终扔下凶器和手套 从三楼的平台 一跃而下后 逃之夭夭 疯狂的背后 必将是陌路的召唤 立川警方 仅仅用了55个小时 就将穷凶极恶的周某 抓捕回案 等待他的 必将是法律的延长 愿死者能够安息 愿悲剧永不再发生 爱情曾经美好 让人沉醉 扭曲的爱恋 却令人恐惧 是什么 触发了阴暗和残忍 毁灭了一切 如果爱 请深爱 爱已逝 请放手 放在一条生路 天网栏目 近期播出